逐中四十年前 政府就帮助我们 一支钞 这支钞 由一支钞开始打扮 台湾区域之外 工会理事长魏平齐 去年四月亲自为经济部 ECFA政策拍广告代言 甚至在两年前更出借工厂 给马总统拍治国周际短片 力挺马总统 如今却有戏剧性的转变 魏平齐在五号会面蔡英文 并由多位之外业负责人 送上小猪铺满 并以三只小猪 剩九亿的剩口六 表达对织外业未来的期待 引人联想 魏平齐以一手打游诗 政治选战向棋局 一不小心栽下去 屠乎奈何探唏嘘 少了黑白剩蓝绿 来阐述自己心情 对于自己经营丝袜工厂 又身兼工会理事长 但产业面临了严酷挑战 却感受不到政府重视 让他内心五味杂成 不要说是马总统 或是小英主席 甚至是对岸的胡锦涛 要来我们关心我们的织外产业 我们都非常欢迎 魏平齐强调政治立场 不能绑架产业 ECFA他始终支持 对于前一天和蔡英文会面 他说任何政治人物 来关心织外产业都是客人 是否带枪投靠 打游是内容 似乎袖出端倪 三级新闻许说的派对文章会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